都说我们总是中国制造 却很少有中国创造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先看一下这两个物理学家怎么评说的 但是事实上为什么同样我们的科学家 他一走出国门啊 为他国服务之后 他就有原创呢 最可悲的了 就是中国的中医中药了 当我们的专家还在居高零下 抨击是无证行医啊 该不该坐牢 中国的这个中医的道理算不算科学 是不是封建迷信的时候啊 人家日本趁机就抢走了中国的股方专利200多项 别大多数金方是来自1800年前 张仲敬《伤寒论》和《金龟药律》里面的一些经典名方 日本在全世界100多国家 大面积的申请了这些专利之后 韩国德国紧随其后 封抢中医药的专利漏洞 抢到了就是赚到了 最后我国的汉方 在全世界183个国家销售各种方计 我国紧占市场 百分之五的份额都不到 其中定性中医药品质的国际标准也掌握在他国手中 我们不得不成为中药的搬运工 而他们这些中间商成为最大的渔翁得利者 我们是拿着仓头小利 还必须严格遵照上等的品质标准 把最好的药材搬运给日本韩国等等 留下最差的给国人 国人为了用得起上好的药材 又不得不从邻近的日本韩国 批发进口回来 重新倒卖给我们的国人 多么痛的领悟啊 至今许多祖传秘方或者是民间偏方 没有人鼓励 这些民间中医拿出他们的祖传秘方 来申请专利保护 给足他们该得到的专利待遇 而是一味的追问你没有行医资格 证你为什么要行医 一些无良的媒体和记者 最擅长干的也是 追着这个乡下势单力薄的土郎中开涮 不是查证件 就是套秘方 搜索来啊 追问去啊 最后方子套出来之后 进了谁的口袋 也是不得而知了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乡下土郎中 宁可把几代人心血的秘方啊 烂到肚子里面 也不愿意交出来 也许就是被这个现实所看穿 是谁抹杀了我们的原创 谁又能公平合理的对待和回报我们这些原创者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趁早早一点收藏一些有用的中医书 多了解一点的中草药 关键的时候不迷路不吊坑 做一个健康世界里的明白人 就是Viva恃 William Edward vi大家病毒不吊坦 不吊坦 周厨